柬埔寨国家银行副行长谢思磊16日在记者发布会上表示 柬埔寨国家银行不允许人民币现金像美元一样在市场上流通 谢思磊表示 近日关于盖银行与中国银联签署谅解备忘录传出了不实报道 即银联与KHQR系统在简中跨境支付合作框架的规定 与中国银联签署谅解备忘录 并不代表允许中国游客携带人民币现金在柬埔寨消费 这和美金不一样 他强调 在这个数字时代 我们不再使用现金 过去我们一直在尝试发展支付方式 指的是电子支付 而不是指中国游客拿着中国现金到柬埔寨消费 不要混淆 在中国花现金的人也不算多了 谢思磊表示 中国人来柬埔寨买东西 或者在柬埔寨任何一家餐馆吃饭 不是用人民币付款 而是用柬埔寨瑞尔支付 通过Bocom系统扫描 KHQR 在中国的银行账户上 按照汇率转换成瑞尔 转账给柬埔寨的商店或餐馆老板 不过 这样的支付取决于商家 必须首先拥有KHR的BICOM账户 如果有美元账户 则无法支付 同样 当柬埔寨人去中国买东西 或者去中餐馆吃饭时 他可以通过扫描 KHQR付款 柬埔寨银行会按照汇率 从他的账户上取钱 转换成人民币 然后转给中国商家业主 这将有助于瑞尔的使用 因为柬埔寨人 也可以在国外使用瑞尔 此外 他还可以帮助 吸引更多中国游客来柬埔寨旅游 因为中国游客 不必提取人民币兑换美元后 才能在柬埔寨消费 这会使其面临汇率风险 谢斯磊预计 柬埔寨的跨境结算 最迟可以在2023年底或2024年初正式启动 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